學過行列式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為什麼會出現行列式這樣的東西 都知道嗎? 你們學過的行列式是像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你們說這個就叫做ad-bc. 那我先來問大家 就是出現這個行列式的根源是什麼? 大家這個根源有非常的多 比方說你在做高斯消去法的時候 去做這個解二元離次聯力方等式的時候 就會出現行列式 對吧? 例如說你在寫ax加cy等於1好了 bx加dy等於f對不對? 你發現你在做消去法的時候 你怎麼消去呢? 你可能是把b4乘以誰? 乘以 比如說你要消去y好了 所以你就把b4乘以d b4乘以d 減掉b2乘以c 那這樣的話 y就不見了 那你得到的就是ad-bc 乘上x會等於 然後a 好 這是什麼? b4乘以d 確實是df 抱歉我腦筋都不太好 我看一下 c乘以d 好 這是c 你就可以看到我是都不被公知了 不得到這樣的結果 對吧? 因為你看嘛 d是乘以c 乘以d減掉 這個乘以c 右邊的話 就是二元一次連一方能吃的情況 y也可以類似的寫出一個式子來 好 我就不寫了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什麼地方會出現行列式呢? 集合上 你也學過跟行列式有關的題材 比如說面積 你可能也聽過說 在平面直角坐標下 如果你選了兩個項目 一個叫做ab 好 一個叫做cd 對不對? 這是00 好 那這裡是不是圍出一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對吧? 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好 那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呢? 你們都背過這個公式 就是abcd的行列式的絕對值 對不對? 對不對? 面積 為什麼? 為什麼面積是這個行列式啊? 平方機減機 好 平方機減機 怎麼更簡單的辦? 面積為什麼是行列式? 假設 假設我們是那種 假設我們在小學好了 好不好? 小學你還沒有學過殘角函數什麼? 都沒有 小學你知道嗎? 你們還記得小學在幹什麼事嗎? 小學你不是在那邊正方形那邊 面積啊 殘角形面積在那邊算中算席的嗎? 那你看到這個畫 你就算他面積嘛 好 那你說第一次要怎麼了解這個公式 好 來 讓你自己現在做個練習 好 你要看這個面積 對吧? 那你就畫這個大大的矩形 矩形的面積你怎麼會算吧? 對吧? 你去算把矩形的面積減掉 減掉這些 我現在畫叉叉的那些所有的面積 都可以用最簡單的面積公式來算出來 因為他都是跟坐錶走純 他的所有的飛斜邊 三角形的飛斜邊都是跟坐錶走平行的 那再來就是矩形 所以所有的邊廠你都可以算出來 你可以把他們的面積全部表示出來 然後你把大的矩形的面積扣掉 我現在寫的叉叉的面積 你扣完之後就會是長那個樣子 可以嗎? 好 同樣的這種事情 你一輩子都要做過一次了 好 那你們現在學的東西 常常就是說 反正公式給你 你就先背下來 然後可能會再給你一個推導 有時候就譬如說用什麼 什麼兩邊廠彩排一起乘上Sign夾角 然後就說那Sign又可以用 一減口菜平方開根號來表示 然後口菜又用語權定義表示 然後整個亂展一通之後 就展出那個公式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不用這樣子 因為你發現這個公式的時候 你根本什麼都不會 不用會 你只需要知道最簡單的情況 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好 那當然這個絕對值的加上去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絕對值的話 你會發現 例如說你把這兩個角色互換的時候 面積是一樣的 但是裡面那個數字會差一個負號 可以嗎? 比如說你把這兩行交換順序的話 這結果就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如果你幾何角度來看 你通常會加一個絕對值代表面積 不過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願意把面積也加進符號這個考量的話 那你就不用加絕對值了 那個叫永耗面積 怎麼說呢? 比如說以這個圖形來看的話 如果說這個向量在逆時針旋轉 180度以內可以轉到另外一個向量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面積算成大於能量的 那如果是順時針的話就是少許沒贏的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加那個絕對值 可以嗎? 好 關於這個順利時針旋轉這件事情 其實它背後來有很多更深奧的道理 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談 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適當的材料來看 這個是面積 那有了面積之後呢 當然你就會問說 可是這些一切都是在平面上啊 不管剛才的這個解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或者是看面積 這都在平面上 你自然會問說 維度提高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會到三度空間中 那到三度空間中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變成三元一次連立方程組 那這邊就會變成什麼呢? 就是拿三個向量 三個向量就會張成一個平行六面體 對不對? 可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等一下剛剛的總畫比較好 可能是像這樣 真的不太好啊 可以嗎? 一個平行六面體 好 所以你可以有三個向量 它們會組成一個平行六面體 那你自然會問很多問題 比如說這個平行六面體的體積如何計算 假設我知道這三個向量 假設我知道這個向量叫做 A1 A2 A3 這個叫做B1 B2 B3 好 那這個叫做C1 C2 C3 好 我知道三個向量 那我可不可以從這九個數字去算出這個體積來 那當然一樣的體積要怎麼算呢? 體積當然還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定義 你一樣可以模仿剛才小學生做的那個 你可以拿一個很大的方塊 去框住這個平行六面體 然後你要去減掉多餘的那些比較標準的 三角錐然後鑄體等等的 你還可以推出一個方式 當然那個推導就比剛才做的要來得更加的困難 但無論如何最後你會得到一個答案 那個答案就是大家習慣的 常寫這個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然後你們就會寫說 他就是A1 B2 C3加上B1 C2 A3加上C1 A2 B3 再減A1 C2 B3 減B1 A2 C3 再減C1 B2 A3 對不對 好 你們可能有學過這個公式 發現算出來就是這樣 那同樣的如果你是在解 如果你是連計方程式的時候 做剛才跟消去法類似的操作 你一樣會出現這個數字 是整以外的結果 不過你在算的過程中 你一定也會發現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會發現在算的時候 其實會很多地方出現這種2x2的行列式 只是最後你展開的時候 他們就不見了 就變成這樣一個式子 所以他隱約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它其實有一層套一層的結構 你先了解前面的維度 再了解下一個維度 下一個維度 下一個維度 但是這樣講仍舊不夠完整 所以我只是說 這些是你暫時已經遇到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了解這些量的一些性質 尤其是我們可能會想要了解 以下這樣的觀念 我們可能想要類似的去考慮某種東西 我們會想要去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矩陣 叫做A1-1 A2-1 一直到AN-1 然後A1-2 A2-2 一直到AN-2 最後是A1-N A2-N 一直到AN-N 我可不可以有一個這種觀念 他應該定成什麼才好 才可以有一個好的理論去反映出很多的現象 他最好可以用來瞄模這種 比如說在解現金方程組的時候會出現的數字 也可以用來瞄模在了解體積這個觀念的時候 尤其是帶有符號的體積會出現的數字 怎麼樣來了解他們 好 那我們暫時可能先從集合的面向來出發 來想一些事 從已經導出來的這個結構來看 你可以感覺到某些事 比如說呢 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我是故意把它看成三個向量的函數 我把這個想成一個向量 這是一個向量 這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這是一個三個向量所決定的函數 你要帶三個向量進去會得到一個值 那這個函數它有一個特性 它有一些特性 這個特性也都跟你本來的集合直覺很有關 例如如果你把第一個向量乘兩倍 那這個體積應該就要變兩倍大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把這個東西沿著A的方向 再複製一個出去 所以你感覺上體積應該變兩倍 同樣的道理 B的地方乘兩倍 C的地方乘兩倍 東西都應該要變兩倍 那從最後你得到的這個公式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是這麼一回事 對吧 每一項裡面都只有一個A 都只有一個B 都只有一個C 所以如果你把A全部都乘2 大家都是乘2 把B全部乘2也是乘2 好 沒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把A這個地方 用兩個不同的向量 先加起來 相加起來之後再帶進去 跟你先把那兩個向量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再加 會是完全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好 就是說如果把這個量 我暫時給它一個名字好了 暫時把它叫做D A B C 好了 A B C A就是這個 B就是這個 C是這個 好不好 好 那我剛才講的事情是以下兩個 好 那我把它寫在 寫在下頭 有些幾何上的考量是很明顯的 那有一些稍微要廢點公布看一下 但是從式子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第一個是說 如果我把A乘上一個lamb 它的效果跟我把B乘上一個lamb 跟我把C乘上一個lamb C lamb 那你可能問我說我的lamb 為什麼不要乘在右邊 好 我可以乘在右邊 不是很要緊 那是一個數字而已 我只在說 當我把它當作一個向量的時候 我乘個倍數 它們都等於lamb 倍的A B C 可以嗎 這是剛才第一個性質 乘倍數可以提出來 只要你乘在其中的鍋子上 第二個性質是什麼呢 假設你有兩個向量 一個叫A 你先把A跟A乘加起來 再套進去算 它的結果會跟 各自先算完 再加起來一樣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這個幾何的含義是什麼 但是你從結果可以觀察到這件事 可以嗎 怎麼看呢 因為你的A 如果叫做A1 A2 A3 A'叫做A1' A2' A3' 好 假設是這樣的話 你在算這個的時候 B跟C是固定的 可以嗎 你如果把A的地方擺A加A'的結果 那是不是對第一項來說可以直接拆成兩個 對第二項來說也可以直接拆成兩個 對第三項來說也可以直接拆成兩個 因為那個地方的A都變成A加A'的分量 所以就直接拆開 對不對 所以結果就是直接拆成兩個 同樣的道理 對B 對C也都滿足這樣的條件 可以嗎 所以剩下我就不寫了 好 寫一下 不寫啦 不寫了 剩下就不寫了 可以嗎 我這邊是寫A的 可以直接拆開來 VC不動 那如果你是把B的地方 套兩個項量加起來 AC不動的話 它的結果跟你各自用同樣的AC來做 再把結果加起來會一樣 C也是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剛才你觀察到這個量 它有這樣的性質 那這樣的性質 這兩個性質合在一起 把這兩個性質合在一起 我們就說這樣的一個函數 D 這個函數叫做一個三重線性函數 三重就是那個D0那個三重 OK嗎 那剛好是三個 所以N的話就變成N重線性函數 所以我們希望這麼說 我們把這個東西暫時叫做D0 大概這一排我把它叫做 A1 好不好 這排我把它叫做A2 一直叫AN 它們都像亮 A嗎 我們就把它帶A1 AN 我們希望 它應該是什麼呢 我還不知道 我要去問它應該要怎麼樣 第一個 我們希望這個D呢 它是一個Nlinear function 好 這個我剛才我會解釋 在我們前面舉的例子就是三linear 三重線性的意思 Nlinear 好 那第二件事情 我們要再觀察一個現象 不單會把具體的定義寫出來 但是在那之前我們先再觀察一個現象 回到這個地方 或甚至剛剛採這個2x2的例子裡面 2x2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帶兩個相量進去 對不對 二維的相量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相量交換順序的時候 這個值就差一個負號 對吧 同樣的 這個函數 這三行構成的函數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A跟B的角色互換 結果會差一個負號 如果你把B跟C的角色互換 也會差負號 如果你把A跟C的角色互換 答案也會差負號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互換的時候 其實是會出現什麼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印從這個公式看 比如說A跟B互換的時候 本來這個地方是AV2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相是什麼 A2V1 但是是負的 所以A跟B的角色互換的時候 這兩相會交換再差一個負號 他們後面都是乘上C3 可以嗎 其他地方也是以此類推 所以這個函數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把某兩行互換的時候 答案會差一個負號 這個條件叫做反對稱 所以我們還希望第一次 Anti-Symmetric 這個叫做反對稱 反對稱就是每交換兩個位置 答案就要查負號 這個叫做N重線性 我們前面都只有講線性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出現多重線性函數 我還沒有徹底的定義它 我只是說我們先觀察到一些現象 那些東西我會把它定義清楚 所以這裡有個詞彙 叫反對稱 那我現在要來講清楚他們的定義是什麼 可以嗎 好 別忘了我們是從非常具體的例子 這個非常具體的例子 來觀察出它的某些特性 那我們想要把那些特性抽象出來 做一些一般性的導論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去想那些 才來才去的東西 好 那我給一些定義好了 我們現在定義V V是一個相量空間 或者是甚至有好幾個相量空間好了 讓我這樣說好了 V1 V2 一直到Vm好了 Vm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W 有些相樣空間 有一些相樣空間 然後呢 給定一個映射 我這個符號大家當然已經看了 頭文眼華我當然了解 所以你要了解到它的意思是什麼 這裡有這麼多個集合 這個打叉叉大家應該記得吧 卡士基 對不對 它的元素是什麼意思 它的一個元素就是 這裡選一個元素 這裡選一個元素 每個地方都選一個元素 合起來這個組合就叫做它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說有一個映射 換句話說就是你這邊選一個項量 V1 這邊選個V2 然後選個Vm 項量在各自裡面 選好之後我就會決定一個W的項量 這樣的一個對應就是我現在要考慮的東西 非常任意的一個東西 那我要規定它的一些條件 我們說 我還沒寫完 我們說 T 它是M-linear 它是M-重 因為你現在有M的項量 對不對 我們說它們是M-重線性的 M-linear 如果 如果它滿足以下這件事情 好 什麼事情呢 這個東西其實要帶很多項量進去 對不對 如果說你對任何一個位置 去帶項量 旁邊不動 旁邊都帶好了 如果你對那個位置來說 它是線性的 我們就說 然後對每個位置都有這件事情 我們就說它是M-重線性 好 所以讓我把它寫出來 好 for i 等於 for any for every i 1到m 我現在看 還有 v1 屬於v1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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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Salt 這個映射呢 都是線性的 這樣的話我們就說它是多重線性 可以嗎 慢慢看 好不好 我知道這個敘述寫起來非常的長 但是你不要覺得它很難 你舉一個例子 你就令N等於 例如說3好了 好不好 你想想N等於3 這句話在說什麼 我們先停幾分鐘 讓大家仔細看一下這句話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定義 我沒有在證明任何東西 我只是在說什麼叫做一個 m重線性的 m-linear function 我只是在規定這件事情 我怎麼寫大型 跟小解 可以嗎 好 好 我稍微講一下 這本來有一個函數 可以嗎 這個函數可以套進m的向量 套完之後會得到一個w的元素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就先套好除了di的位置 除了di的位置 我先不套 我其他就先套好 隨便套一些向量 套進去了 套進去之後 得到的東西會是一個 從di到w的印射 因為你只要再套一個di的元素進去 就會得到一個w的結構 好 所以你其他位置都先套好不動 我對那個位置來說 它是線性 這樣的話就叫m重線性 當然要對每一個喔 注意 是每一個位置都要有這樣的特性 可以嗎 好 我後悔了 算了 那我把它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式講凝數 比如說 三重線性 它的意思就是說 T 裡面代理 A V1 加上 V V2 對不起 V1 有沒有嗎 然後 V2 V3 它會等於A V1 V2 V3 加A' V1 V2 V3 同樣的 V1 裡面代 V V2 加V' V2 V3 所以它就是V2 V2 V2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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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V3 V4 V4 V3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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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它就是說對所有的V1 V1'在V1裡面 V2 V2'在V2裡面 V3 V3'在V3裡面 還有A A'Z V'C C'在K裡面 我弄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說它叫散衝線記 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只要固定任何兩個位置 你對剩下的位置來說 加法都可以拆開 乘法都可以提到外面 任何一個位置都滿足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說它叫做幾重線性 看你是對幾個位置有 可以嗎? 這就是我黑板最右邊寫的那個條件 為什麼呢? 黑板最右邊寫的條件是說 令I等於V的時候 套兩個相像進去 V2 V3 套進去了 套完之後 對這個位置 它是線性的 線性就是我在寫這樣 就是先映射 再把 先做線性組合 再映射 跟先做映射 再做線性組合 結果要一樣 可以嗎? 你先組合完之後 再映射 跟先映射完之後 再組合 結果要一樣 這樣就叫做 對那個位置是線性的 所以它對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都是線性的 我就說它叫做三重線性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是不是了解 這個 M 重線性來說的意思 它沒有什麼別的意思 它只是說如果你固定某兩個位置 帶進降量以後 再剩下那個位置 它會是線性映射 就只要裡面的東西做線性組合 帶進去 得到的結果就跟各自先帶完之後 再做同一個組合 會是一樣的 它對每一個位置 都會有這麼一回事 我們就說它叫做一個多重線性映射 那我黑板左邊寫的這些呢 就是具體的 三重線性映射的條件 那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四重的 五重的 寫出來應該是什麼 就一一列出來 好 所以這個是 M 重線性映射 現在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觀念 另外一個觀念是這樣 假設 這裡只有兩個項量空間 然後有一個映射 它是從 V 乘 V 乘 V 乘 V 全部有若干梗 不知道有好多梗 送到 W 我們就假設有 M 梗好了 可以嗎 同一個 V 假設你有一些像量空間 然後有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也是一樣 它要帶 M 梗 V 的像量 V 裡面的元素 帶進去 會得到一個 W 的元素 注意這個順序很重要 誰是第一個 誰是第二個 誰是第二個 帶完之後 得到一個 W 的元素 我們說呢 這個 T 它是反對稱的 當然有另外一個 叫做對稱的 看你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反對稱 一個是對稱 反對稱跟對稱的差別在哪裡呢 它的結論是這樣的 如果 它滿足以下的條件 它的條件是 T 裡面帶 點點點 V 點點點 V 乘 V 乘 V 就是這樣 旁邊那個點點點就是 兩邊是一樣 可以嗎 我只有把某兩個位置 這個次第 I 是第 J 這個地方 N 第 I 是第 J 你把裡面的東西互換 互換之後 如果呢 是正一 那就是 對稱 那如果是負一 那就是反對稱 可以嗎 也是說 你互換兩個位置在的像量 結果如果不變 就叫對稱 函數 如果 互換某兩個位置的像量 任何兩個位置互換 都會差一個負號 這樣就叫做 反對稱函數 可以嗎 這應該 證明稱應該有容積 對吧 對稱 就是換了以後沒練 反對稱 就是換了以後多個負號 好 所以回到我們剛才看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 3 乘 3 這個 3 乘 3 唐列式的例子 你把他想成 帶三個像量進去 所以這個 D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 D 這個 D 你是可以把他想成是從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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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 K 的一個映射 你前面在 A1 A2 A3 V1 V2 V3 C1 C2 C3 你就把他對到這個行業式 對不對 好 你把他對到這個行業式 好 那這個映射 他就會是一個三重線性反對稱函數 可以嗎 因為剛才前面告訴你了 你固定任何兩個位置 對剩下那個位置是線形的 因為你每個像都有 A B C 各一次 所以你固定 B 跟 C 以後 你把兩個 A 加在一起 再帶進去 跟線帶進去再展開會一樣 成倍數以後會一樣 可以想像嗎 可以 不可以 到底可不可以 看一下 然後一個人看 確認你這樣 不知道沒有看到說可以 我就一直看 不可以 可以嗎 要我們什麼意思 是要點頭嗎 對不對 點頭是說可以的意思 不可以就不要點頭 總不會要把這寫出來 這兩個相架就是把這裡地方 A1 改成 A1 加 A1 Prime 這裡改成 A3 加 A3 Prime 那你都可以把它拆開 對不對 A1 加 A1 往來乘這個 可以變成兩槍加起來 好 就這個意思而已 好不好 那剛才也講了 換兩個順序 把 A 跟 B 的角色互換以後 答案會查一個負號 那原因大概就是 比如說同樣都是 C3 他前面乘了這個東西 A 跟 B 的角色互換的時候 會查一個負號 因為 A1 跑到這裡來 B2 跑到這裡來 那負號剛好跟他點到 你也可以感覺到 這裡就出現一個2乘2的行列式 對不對 因為你這樣寫開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 A 跟 B 的那個 1 2 位置的行列式乘上 C3 然後同樣的 這個東西 他跟誰呢 他跟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 C2 提出來 他會得到 B1 A3 減掉 A1 B3 又是一個 2乘2的行列式 所以他是好多個 有三個 2乘2的行列式乘在一起 那 A 跟 B 交換的時候 那個 2乘2的行列式只要會查固號 他就會查固號 所以從這地方也看得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三重線性反對稱盤數 可以嗎? 三重線性反對稱盤數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決定了 要怎麼定義這個行列式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這個 D 如果真的有的話 他應該要是什麼 他不管是什麼 他應該又是一個 N 重線性反對稱盤數 換句話說 你只要給好這幾個項量 KN 中的項量 我把任何一個位置拿出來看 其他位置都固定 對那個位置來說 他應該是線性盤數 然後我把任何兩行交換順序 他應該要出現一個符號 我希望要這樣 那最後一個要求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要求 這個地方如果你帶 100、010、001 帶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100、010、001 帶進去 1嘛 你們應該都學過直接展開 就知道是1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能會再加一個條件 就是萬一你帶 100、000、01、0000、001、001 以此類推 你希望最後算出來的還是1 可以嗎? 好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先來想一想 這個東西到底存不存在 這是第一個問題 除了最簡單的 N 第一是對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存在的話到底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有幾種可能 這我們要想一想 第三個是說他會有什麼樣的性質 有一個行列是很不顯然的性質 我現在可以立刻告訴大家 你們可能知道 但是你從來沒有真的自己檢驗過 就以2乘2為例好了 以2乘2為例 我給你 A 跟 B 是兩個 2乘2幾乘 好不好? 兩個2乘2喔 所以這是一個2乘2 2乘2 那剛才你已經會那個行列式了 對不對? 交差相承 相檢那個行列式 我如果把 A 跟 B 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以後去算行列式 這個是個2乘2的矩陣 那你們可能有聽過 那跟你把各自的行列式乘在一起 會是一樣的 對吧? 矩陣相乘以後的行列式會等於 行列式相乘 不管你有沒有聽過 它是對的 那你會再問一個問題 那3乘3你現在也決過了 對吧? 如果我再改成3對不對? 也就是說 A 是一個3乘3矩陣 可以吸一個3乘3矩陣 你把這兩個3乘3矩陣乘在一起 然後你就要做9次那種乘 乘法跟加法 對不對? 做出一個3乘3矩陣 然後你要再把那個做完的結果 再把它套到 套到這個裡面 套到現在這些位置 套進去 我剛問你說套進去的結果 跟你把那兩個人自己去算 行列式 算完結果再乘在一起會一樣 有學過這個嗎? 雖然學校老師應該要在我們記起來 對不對? 就是矩陣相乘 講行列式會講給行列式相乘 那為什麼是對的? 答案是是對的 那而且對任何的朋友是對的 這應該是很不容易看出來一件事吧 2乘2有怎麼看出來的? 硬爆 那很厲害 因為硬爆的話 你要先做四次乘法 得到四個東西 再把那四個東西再教他相見 然後再說 那跟我一開始先教他相乘 那兩個人再乘在一起 要是一樣的 然後你就發現說果然是一樣的 那你很難相信這個事情 可以一直這樣做 所以你需要一種方法 可以看出他為什麼是對的 好 那我希望我們今天可以講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你可能會暫時無法體會 所以我們幹嘛去講行列式 但是它的重點就在這裡 這個數學裡面有一些量 像行列式這種量 它是會出現在很多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對它的基本性質的了解不夠多 你根本沒有辦法拿它來做任何吃 但倒過來 如果你對它的基本性質的了解很多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變出各式各樣的花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會花一些時間 來了解它的基本性質 我們講這個主題稍微有一點偏離 我們本來要講的 但是我希望你們去了解就是說 主題雖然是設定在那邊 但那個是設著好玩的 我們是希望說 你可以看到這些 有沒有那麼好 我們還是會盡量朝著那個方向前進 但是你要了解 你希望看到的是一些不顯然的規律 就像我剛才舉這個例子 你要去體會 當你學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先不要問說這個東西 我能夠拿來幹嘛 你都買菜或幹嘛 最人家的地方 沒有辦法 但是你要問的問題是說 這個規律你容不容易看得出來 我剛才講這個規律敘述起來 可以嗎 還堅斷 就像這樣 好 舉證相成你都會 雖然行列式你也都會 你只知道要經過一個唐納的計算 很多懲罰跟加法 但是有什麼道理這個等號也要成立 二層二你可以直接爆開 三層三層可能要爆開就很困難 也可以 你說那丟給電腦 那你就如果說電腦不會算四層四 它是太不容易答案是對的 但你要有一個規律 你要有辦法知道永遠是對的 好 我希望可以說明到為什麼那是對的 但那需要花一點力氣 那在那之前 讓我先來定義什麼是行列式 好不好